我一看,男人被领带吊死在废弃车场,可谓是惊悚异常,警方接到报案,法医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谋杀案,如果我估计的没有错的话,这不是凶手第一次杀人 正如女法医所言,短时间内再次发生多起凶杀案,都被伪装成酒后意外死亡 一个月内连续发生四七九货杀人案,市局非常重视命令限期破案 此时警察在汽车报费场找到了死者的钱包,并且在里面发现了狗猫 而在之前的勘查中,并没有发现钱包 明显是有人故意放在这里,警方通过监控发现,有人在凌晨偷偷来过现场 这个人叫李明阳,家里养口 警察小帅得知了嫌疑人的住址后,直接带着女法医上门寻找 嫌疑人刚好买东西回来,见到警察撒腿就跑 小帅跟女法医立刻追了上去,嫌疑人身手十分敏捷,就像进了家具城的成龙一样 将小帅二人耍得团团转,还是女法医刺猬敏捷,抓起一个树枝就把嫌疑人打倒在地 女法医冲上去刚想制服嫌疑人,嫌疑人转身一击将女法医甩向肚子 撞得那叫一个头晕眼花,嫌疑人顺势举起棍子打向女法医 眼见形势不妙,小帅及时冲了过来,拦住了嫌疑人 三拳一脚便制服了暴腿 这直接给女法医整无语了 人家能躲开还需要你救吗?这智商是怎么当上队长的? 两人将嫌疑人送回警局审讯,嫌疑人这才如实交代 送回警局审讯,嫌疑人这才如实交代 经过审讯,判断此人仅仅只是一个小偷 回到警局的女法医再次试检 发现死者的心脏有黑斑,因此死前肯被电击过 凶手用的电击应该不是正常电压 很有可能,用的是大型虚电池 两人经过分析,判断凶手应该是一个 当过电工的黑车司机,忙碌了一夜的小帅刚准备休息 便接到了报警电话,再次发生凶杀案 警方接到报案称一名女子坠楼身亡 经过初步勘察,死者名叫张娜 是一家民营企业的会计 目前一个人住在本单元四楼 夏法医在第一次尸检后发现 张娜颈部的皮下组织有挫伤 头部也有轻微的皮下出血 也就是说,张娜早在跳楼之前 就遭受了凶手的折磨 凶手应该是掐住张娜的脖子 然后把她的头挡在墙壁上所持 夏法医话音刚落 新一轮的检验报告及时出路 在张娜家中的沙发上 发现了跟上的凶案现场相同的狗毛 结合以上线索分析 杀害张娜的凶手很有可能和前些片 杀害白磊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于是破案三人组再次来到张娜家 关上门窗之后 女法医再次发动被动技能 血迹在紫光灯的照射下呈褐色 果然印证了夏法医的猜想 这个女法医 堪称中国的福尔摩斯 在确定张娜是她杀之后 警方通过走访发现 张娜的男朋友名叫刘尚静 在张娜死后便失踪了 经过之前对嫌疑人的画像 队长小帅判定刘尚静就是凶手 但夏法医却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真的和张娜 最后一个约会的人就是凶手的话 那那个人一定不是刘尚静 因为张娜没有必要为了刘尚静特地化妆 甚至还喷了香水 队长作为操汉子并不理解女性思维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直接去拜访了刘尚静的母亲 据刘尚静的母亲所说 刘尚静曾经被人打断过左手 小时候还学过电弓 这跟凶手的情况完全吻合 这一切的巧合 致使小帅深信凶手就是刘尚静 于是他当即发布了协查通告令 得知此事的女反日 匆匆找到队长小帅 我给张娜尸检的时候 我发现张娜这个人 平时就不太保护皮肤 一个女人如果不是要见一个特定的人 不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 不可能花这么多心思去打扮自己 所以刘尚静根本不可能是那个人 夏法医的说辞并没有说服队长 于是他只能绕过队长 自己私下里进行查探 在宋咪的帮助下 夏法医翻遍了刘尚静 近两个月的行动轨迹 确认刘尚静曾经跟人发生过冲突 并且将人砍伤 然而警察到现场后 两人却全都消失不见了 那这个能说明什么 我怀疑这所有的事情 可能和刘尚静伤过的那个人有关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是在替天行道理似的 我是在干好事的 那你为什么要垫 我跟你说啊 就垫他们的时候啊 就那种感觉 感觉真好 眼前这个心里极其扭曲的男人 正是震惊本事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就在当天早上 赵海利用电击的方式 将体格健壮的刘尚静电晕 之后便将他拖进了一个废弃车场 你跟那个李飞在一块的时候 李飞见过的就这么俗包样吗 啊 那你让他给我戴绿帽子的时候 想过 会这么疼吗 原来两人早有恩怨 多年前 赵海怀疑刘尚静跟自己的媳妇有染 因此行凶将刘尚静的左手打断 还失手将自己的媳妇推下台阶摔死 赵海因此入狱三年 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报仇 眼看刘尚静被电击的引脸之息 队长小帅终于带着个怀疗 赵海见事情外露狂忙跑分 小帅两人赶紧跟上 赵海逃窜到楼上 就不见了踪影 于是近乎单枪匹马的小帅 决定和手无负机之力的法医 分头寻找十恶不赦的连环杀人案凶手 果然女法医刚一出手 就送了个大人头 身为队长的小帅举起手枪 企图震慑住赵海 但赵海手中的刀可不长眼 眼瞅着小帅没啥用 下法医被迫利用心理知识 来了一波极限自救 狠戳赵海内心的人类 赵海得知绿帽子是透明的 当场就被气到头云眼花 而女法医也是乘胜追击 赵海彻底被激怒 小帅这才冲了上去 帅气一招将赵海制服 将其带回警局审讯 赵海这才一一交代 接连杀死的几人 并非深仇大恨 仅仅只是因为男人太爱装病 而杀张那则是因为 他有男朋友还对着赵海放点 这种女人在他心中 就是必杀之人 赵海一直以为 自己的媳妇跟刘上进油然 然而这都是自己的疑心病在作祟 事实并非如此 他本该和老婆孩子有幸福的一生 但却亲手将自己送到了无底深渊 小编不得不感叹一句 沟通才是王道装必不适 这边赵海刚刚归案 众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使上最惨不忍睹的案件接踵而至 中原湖边发现大量试坏 下的宝洁阿姨差点魂归细腿 法医迅速进行尸检 根据古灵判断 该女子应该是18到28之间 未婚 你看她的脚后跟 还有脚踝处 有轻微的磨损 说明她长期穿着高跟鞋 她的右手的中指上 有轻微的鼻茧 现在这个年代有鼻茧的人 如果不是从小练习书法 就是长期从事 闻命 或者素剂之类的 根据尸坏的肌肉腐化程度 下营判断死亡时间 不超过24小时 根据下营提供的关键信息 警方针对失踪名单 展开排查 与此同时 嫌疑人再次抛逝 地点是在一个小区绿化站 下营迅速对新的尸坏 进行检查 死者的内脏 还有性器官都被摘除 残区有争处过的痕迹 她的身上有很多旧伤 还有手术的痕迹 死者生前做过多次整龙手术 骨骼也有明显的增生 说明她还做过增高手术 但是从残留的尸块上来看 她做过龙胸手术 龙胸用的硅胶上 应该是有编号的 但现在并没有发现 专用的填充硅胶 下营查看了本市 所有的增高手术案例 并没有发现相关线索 因此断定 死者并不是在三甲医院 做了手术 警方通过筛查失踪人口 发现一名叫新灵的女子 十分吻合死者的条件 于是警方找到了 新灵的母亲前来询问 经过询问发现 新灵的情况 几乎完全和死者吻合 也让家属前去认识 通过死者较为完整的手掌 确定了死者就是新灵 根据新灵母亲的交代 新灵出事前刚跟男朋友分手 于是警方决定 从新灵的男朋友入手 警方发现邓钟 似乎并不愿意配合 我跟那个女人 已经毫无瓜葛 以后 不要再为了她的事来烦我 警方询问完正准备离开 实习警员发现 有个服务员 似乎想说点什么 于是警方的两名调查员 等待那个服务员 出来的解析 迅速上前询问 刚才在店里面 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没 没有 你等会儿 你们店长的女朋友死了 我问你 他们最近是不是吵架 女孩还没来得及说 饭店老板邓钟便冲了出来 态度十分嚣张 为什么问题啊 现在 马上就要上班了 离我店里的人选黑点 否则 我对你不客气 见邓钟不配合警方也没有办法 而另一边的陆明利用地狱排除法 找到了死者的血衣 以及杀人凶器 地狱分析法 简单来说就是 他认为凶手 刻意地抛开几个最佳的气势地 是出于要隐藏某种线索的目的 所以凶手 是我们排查的对象之一 在血衣中发现酱油的成分 而邓钟的厚处 完全符合杀人分尸的所有条件 警察推开密室 扑面而来的是浓厚的血腥味 而后看见一个男人手拿皮便 正在鞭打赤身裸体的女人 双方面面相觑 简直是一个大型射死现场 警方将两人带回警局 迅速对女服务员展开询问 女服务员果然在餐厅见过死者 以为心灵非常健康 听了心灵母亲的话 夏营越发为心灵感到不平 将心灵的身体状况告诉了她母亲 也正是她这个母亲亲手造成的 而警长为了照顾死者母亲的情绪 将夏法医叫回了办公室 我作为法医是要告为死者 把他们生前没有说的话 至少在他们死了之后 告诉他们挚爱的人 查案的小凯便回来了 小凯在装尸体的袋子里 化验出了铁蟹和化学药剂的成分 警方随即根据线索展开排场 寻找案发的第一现场 以放血碎尸 是为了掩盖心灵真正的身体状况 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 口鼻处还有大量的粘续 随后将心灵带到了郊外的药剂场 将心灵绑了起来 随后便将其残忍地杀害了 女法医也将心灵的遗物 交给了她的母亲 这一次下医生并没有说出事情 她选择了照顾心灵母亲的情绪 夏法医跟刑警队长 都开始理解对方了 两人刚结束了对黑心医生的审讯 接警中心便接到了电话 不遗憾 这个大叔往嘴里塞了个不知名药片 紧接着炫了整整一瓶小麦果汁 下一秒隔壁桌的非主流 竟莫名其妙开始干架 中国人的八卦之魂瞬间燃烧 大叔恨不得瓜子啤酒安排上 大叔正吃瓜吃的起见 脑袋光一声就被人来了一下子 社会青年们打得震撼 警方才匆匆赶到 警察在搜索的时候 竟然发现有人死在了马路边 一个普通的治安案件 瞬间升级成凶杀案 警方迅速对斗殴人员进行审讯 这个人是不是你打的 我没见有人打电大叔 经过审讯并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只能寄希望于法医的尸检结果 而下法医受伤在医院接受治疗 让自己的师兄童风寒来替自己的班 上队长当即找到了童法医 谁承想这个大法医还是一个文艺青年 开始尸检前还要喝杯咖啡 再放手老哥 直接给上队整无语了 自己本来就没啥本事 再来一个没用的法医 这可怎么破案 回去之后瞅的上队长 查犯不死 调查员小凯通过监控视频发现 打伤大叔的凶器居然是一个刘星锤 于是立刻对刘星锤的主人进行审讯 我当时顺手拿一板钻 我塞我那毛钉鞋里 我就开始抡他 看谁厉害 然后呢 然后就开抡了呀 反正看见不认识的人过来 我就抡 慢了可不行 我就得挨打了 拎那个鞋那边 然后使劲一抡 贼得劲 这个非主流少女说的震撼 才得知被他打伤的大叔已经死了 吓得孩子当时就崩溃大哭 而法医初步的尸检也已经完成 脑组织并没有什么损伤 现在我们看到的伤口 也只是外部伤口 不至于致死 女人怀态六夜 丈夫竟找上了漂亮的小妹妹 得知消息女人直接杀上门去 两人在门口大打出手 而女子腹中胎儿也因此流产 从此以后女人便爱上了鸡毛胆子 然而没过两天 丈夫竟直接死在马路边上 女子从警方得知丈夫死于流星锤 凶手却迟迟没有找到 女子便披码带校跪在警局内 让警察局长给他一个说法 而负责查案的上队长却告诉他 老王的真正死因并不是因为流星锤 可能是因为内出血 询问死者身上新旧老伤的由来 而死者妻子情绪激动 支支吾吾不愿意正面回答 上队无奈只能离开 刚出小区便遇见了死者的朋友 主动找上上队 说老王跟他媳妇自从流产事件后 身上经常出现瘀青以及各种伤疤 而老王不愿多说 自己也不好多问 了解到这个情况的上队 立刻回到警局 再次找到了同法医 我想知道 一个身高在1米6 体重不到100斤的女性 可以让死者造成这种 体脏破裂那出情况 能 只是比较困难 了解到这种情况 上队立刻通知刑警队的高队长 立刻传唤死者媳妇前海仪 什么意思 你说是我杀了老王 这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杀老王 那你告诉我 不是你造成的 他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前海仪向警方交代了事情的原委 就在几天前 前海仪的一个学生给自己打来电话 他想到自己的孩子如果没死 也该这么大了 盛怒之下对老王大打出手 一不小心将老王推下了楼梯 而当时老王并没有事 当天还去上了班 此时警察再次告诉他 老王的死因并不是因为内出血 而是死于心力衰竭 这下让前女士差点暴走 差点以为自己要坐牢了 现在又说没事了 几分钟就让自己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而另一边的夏营也从医院偷偷跑回来 对死者再次进行了事件 果然发现了老王真正的死因 是因为喝酒之前吃了大量的头包 俗话说头包配酒一喝就走 这下真的把老王给送走了 男人拉着行李箱走进酒店 下一秒就传来服务员的一声尖叫 警方接到报案立即赶荡 但是对现场进行反驳勘察 也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 一众人决定查看酒店电梯里的监控 发现死者在电梯内 有和癫痫发作相似的表现 但是当即就被夏营否定了 也为癫痫发作的症状 会办随口吐白梦 夏营开始尸检 死者 男性 五十岁 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 内脏几乎完全破灵 奇怪的是 像他内脏破损这么严重的话 至少要受到一辆大卡车 以八十麦时速正面撞击 才会让内脏破损到这种程度 上队猜想在进入电梯之前 是否有车祸的可能性 但是死者的身上没有任何皮外伤 那他会不会是他傻 或者是意外 又或者是疾病猝死 上队的连环问 明显让夏营深感不适 正在解剖的夏营本来就烦 直接就是一个连环解答 我只知道在电梯里短短九十秒 他首先是心脏剧烈的疼痛 然后腹腔向刀脚一望 接着是肝脏破裂 血水让他的腹腔压力增加 其他的内脏陆续破裂 最后呼吸困执 出现姜齿系筋卵 听到这里的队长 眉头紧锁脸色苍白 夏营见状 赶紧接过上对手里的盘子 经过调查 死者鸣叫留住 是外来本事进行学术交流的 夏营送来的检验报告显示 死者体内没有任何有毒物质 更没有放射性毒素 既然是死于内脏破损 那他是怎么毫无异样的 走进电梯的呢 针对这一疑问 大家都是一头误实 也未查不到 内脏阴壳破裂 上对想以自然死亡来解案 此时 夏营突然进来 眼睛里的坚定 到了都可以入党的程度 不行 夏营觉得上对 草草结案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 甚至有些荒谬 直觉告诉他 这个死因绝非所想的那样简单 然而 上对对于早早结案 也有自己的一套说法 纠结于这一个案例 也不利于其他案件的进展 考虑以大局为重 只能就此结案 双方各执一死 谁也不做妥协 给我两天时间 夏营的调查工作不被上对之时 他决定独自去案发酒店 与法医刚出电梯 似乎被突如其来的一股力量所冲击 身体难以自控的顺势倒下 此时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出现 当他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一个铁笼中 然而警局内 上对多次拨打夏营电话都无人接听 他预感夏营可能遭遇不责 定位夏营手机信号 发现信号居然消失在案发酒店 英明突然反应过来 这应该不是连环杀人案 凶手选择的受害人年龄不同 就连高矮胖瘦也不相同 因此很可能是凶手搞的杀人试验 也就是说 他在进一步升级自己的武器 特案组立刻来酒店寻找夏营 根据酒店服务员提供的线索 夏营曾被一个男子带出电梯 特案组查看了夏营出事前的坚固 果然看到一个神秘人跟踪夏营进入电梯 李学凯刚准备乘坐电梯上楼 一伙女人拦下来 把手机关了 怎么了 你别看得有两个孕妇吗 孕妇怎么了 手机有辐射 对胎儿不利 听到辐射李学凯顿时愣住 他好像知道凶手是怎么杀人的了 迅速向上对汇报 刺声波 凶手是用刺声波杀人的 刺声波是一种低于20核子以下的特殊声波 不可见不可闻 所以人是听不到声波的 并且刺声波的频率 可以直接叫对到人体器官 故有的赫兹数量相同且强度够大 就相当于一辆三吨重的卡车 产生的冲击力 足以把人碎成江湖 然而刺声波需要大量电源 这正是凶手将杀人地点放在酒店的原因 上队立刻命人检查酒店配电室 果然发现凶手偷接的电路线 英明根据地狱分析法 找出了凶手的心理安全区 而查找资料的宋迷也发现了新的线索 死者霍一灿所在的东风量子研究院 半年前曾在丽雅酒店开过会 而这个东风量子研究院 正好在凶手的心理安全区域内 上队急刻找到了东风量子研究院的院长 果然找到和凶手未吻合的人 沈平 他以前一直是霍博士实验室的助手 负责处理一些简单的运算 但是后来因为实验室发生了意外 他的右眼丧尸了工艺 从那以后他就很少在院里出现了 上队立刻让人查看酒店监控 找一个右眼有问题 且走路向右偏的人 果然发现绑走夏营的这个人 就是沈平 而沈平也从来没有离开过酒店 上队命人寻找酒店的所有地下室集案们 而沈平带着设备回到囚禁夏营的地下室 你本来在酒店就该死了 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没用 如果我跟你说邪不胜正 你信我 原来夏营的耳朵里溃戴了助听器 而助听器恰好可以削弱此生活 这是沈平怎么也没想到的原因 面对夏营的挑衅 沈平情绪开始变得激动 她越说越激动 试试拿起刺声波再次攻击夏营 夏营顺势假装晕倒 沈平放松警惕打开龙门 夏营趁其不被将其扑倒 两人扭打在一起 就在这生死时刻 尚对及时赶到将沈平制服 眼前这个浑身是血的女人 用尽自己最后一口气 打通了报警电话 救救我 有人要杀我 立刻出警 灭门啊 而护主贾斯则死在沙发上 他旁边躺着的是他的大儿子贾胜 楼梯下面的是小儿子贾苗 他的妻子则被一刀抹了脖子 惨死在了二楼浴室里 法医很快通过死者尸体判断出 了没应该是第一个被杀 第二个死的则是贾胜 因为贾斯身上有许多贾胜的血液 同理推断出第三个死的则是贾斯 贾如最后是死在门口 这也证明凶手给贾如并不是致命一击 贾如是在凶手走之后 缓缓拖着身体报了警 然后流血过多死亡 上队凭借自己多年的侦查手段 判断出贾斯应该是凶手最痛恨之人 同时队友也表示 自己在贾斯身边发现了低落型血迹 低落型血迹可以从直径判断血液低落的高度 凶手一定是俯下身来看尸体 凶手特意确认过贾斯有没有死 说明贾斯是凶手首先要杀害的一条人 上队命令手下查清贾斯的所有人卖关系 以及债务纠纷 可这个贾斯生前信誉特别好 根本没有和人发声过口角 这让上队和众人又一次的回到极点 就在大家一头雾水的时候 贾斯的邻居带来重要情报 这一线索让上队豁然开朗 通过手下调查得知 这个男人叫李伟 整日游手好前 刚准备带人前去询问的上队 被着急忙慌赶来的张队长拦住 你找的这个人现在在我手上 他正好是我手上一起盗窃杀人案的报案人 这一线索彻底打乱了上队的思维 据了解所知 这起盗窃杀人案的时间和 五口灭门案的时间完全重合 但两者的距离却相差甚远 李伟不可能同时完成两手命案 会不会这两个案子都是他做的 然后假装第一发现人 制造不再少证明 来掩饰他在灭门案的禽兽所 于是为了查清其中缘由 上队特意从局长手中接过李伟的案子 女人一丝不挂 溺死在自家的浴缸里 由于浴缸的水没有关 水漫到楼下 引起楼下业主的投诉 物业上门检查的时候 碰巧遇到他男朋友李伟 这才发现秦李死在了楼上 下法医根据现场勘查 初步分析出浴缸附近并没有打斗痕迹 很大可能是自杀而亡 但上队却有独特见解 这浴缸能有多深 就算他要自杀也会有挣扎 可能是陷入了严重的昏迷 众人对房子展开地毯是搜索 但毫无发现 便只能从房子周边监控展开调查 小凯经过仔细观看 成功抓住蛛丝马迹 李伟在当天进入秦李房间时的衣领 和出来的衣领截然不同 明白这一情况的小凯 立马前去案发现场寻找 果然在附近垃圾桶 找到李伟所丢弃的衣服 上面有他的指纹 还有秦李的呕突 同时另一边的队友 也发现重要情况 在秦李家下水道发现少量呕吐 经过化验 上面还有大量的痘角残渣 看着这两件铁证如山的证据 李伟无奈只能说出事情 自己得知秦李发了15万奖金 便想先要来应应急 但秦李并不情愿 被寨主紧逼下 只能趁着当天晚上 给红酒里放入了少量的生痘角质 让秦李将其喝下 使他呕吐晕眩四肢麻痹 承执把他抱紧 放进浴缸里 打开水龙头 让水慢慢流淌 他本想来到贾如家门口 制造自己不在场证据 没成想贾如家 竟在同一时间被人灭门 上队顺着这一思路 继续逼问道 竟然你对秦李都这么残忍 那贾家的灭口案 也是你做的吧 法官一听这消息 立马对贾家所有人进行DNA检测 果然贾如并不是贾斯的亲生女儿 但廖梅妹妹却和贾如有亲属关系 警方经过走访得知 廖梅有个同胞妹妹廖兰 上队带人来到廖兰家了解情 经过一番询问 廖兰表明 自己年轻时由于家庭困难 把女儿贾如 以及儿子贾斯一起卖给了廖梅 听完廖兰的话 上队突然明白了什么 夏法爷 不要你先跟我回一次现场 有些地方我想不明白 我需要你配合我 重新做一次案情重演 太难求见了自己的女儿 甚至为他准备了一柜子的工具 与此同时男人的傻儿子 也学着父亲的样子折磨自己的姐姐 面对这些可怕的暴行 家中唯一的女主人廖梅却视而不见 面对女孩的遭遇 只是扔下一个白眼 这个可怜的女孩名叫贾如 刚出生的她便被妈妈廖兰 卖给了同胞妹妹廖梅 本以为孩子能跟着廖梅降服 万万没有想到 廖梅的丈夫贾斯竟有如此变态的癖好 于是贾如从小便在噩梦中长大 之所以能支撑到现在 只是因为在几年前 贾如的亲弟弟也被卖到了贾家 贾如原本只想保护好弟弟 让他平安健康地长大 直到再一次回家 贾如竟看到禽兽不如的贾斯 把魔爪伸向了弟弟 贾斯病态的笑容 彻底击毁了贾如的最后一道防线 从这天起的贾如便决定不再容忍 经过几天的思考 贾如制作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 他先是利用美貌色诱傻弟弟 让傻弟弟用绳子捆住贾斯 听话 你先保完 保完以后 我是你的 就这样还没反应过来的贾斯 被儿子死死捆在椅子上 贾如紧接着来到二楼 此时廖梅正在洗澡 贾如丝毫没有犹豫一刀抹掉廖梅的脖子 廖梅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隔屁 贾如头也不回就下了楼 朝着胖子的后背一顿乱戳 一连猛逼的傻弟弟就这样倒了下去 然而他条件反射举起水果刀 冲着贾如的大腿就是两刀 此时已经被仇恨蒙蔽的贾如丝毫 没有感受到疼痛 毫不犹豫地用刀疯狂刺向贾斯 一刀一刀刺到贾斯彻底断气 贾如快不上楼 准备带已经吓傻的弟弟离开 可这时的他才感受到腿部的疼痛 大腿处失血过多 让他在下楼的时候双腿发软 直接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弟弟也当场摔断了脖子 贾如死死按着出血的地方 拨通警察的电话之后 凭借自己最后的一口气 缓缓地爬向门口 然而失血过多他还是倒了下去 就这样 贾家一家无口无一幸存 这便是根据所有线索 推演出的最合理的解释 然而由于缺失必要的证据 从法律层面来讲 案件始终无法挤案 由于贾家的灭门 让廖兰成为贾家资产 唯一的继承人 廖兰看着眼前的资产 心情非常惆怅 拿到这一大笔钱 本应该高兴的他 却难掩悲伤 如果当初廖兰并没有一位钱财 把孩子卖给廖眉 一切都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犯人手持高尔夫球干 一下两下三四下 活活将被害人敲死 随后便拨通了报警电话 我报警 地址是北塘街32号 201 有人被杀 说把翻转杀漏开始几时 警察破门而入 杀漏也刚好录完 这是本月的第三起 入室抢劫杀人案 每次凶手都选择破窗而入 将被害人捆绑起来 活活打死 负责外围巡查的警察 抓住了一个嫌疑人 在他的后备箱发现了一个 带血的高尔夫球干 警方将其带回了警局 警员于雷主动申请 由他来审讯嫌疑人白松 原来他的舅舅是三个被害人之一 而情绪激动的于雷 忘记了开录相机 谁知第二天白松便犯了贡 非说自己被刑讯逼供 气得局长头上直冒过 直接给特案阻下了死命 24小时内 给我拿出证据来 拿不出证据就放人 不想放人 你就替我去上面解释 上队无奈应下这个差事 立刻找到于雷了解情况 于雷表示自己很无故 当天晚上审讯的时候 白松态度很好 直接就交代了一切 由于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无法证明于雷的清白 让案件僵持了下来 于是上队决定换个方向 只要能破了连环杀人案 于雷的事情也不公自布 夏营立刻对死者进行尸检 凶手是左撇子 左撇子 虽然他浑身上下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痕 但是他所有的致命伤 还有比较严重的伤痕 都是在右边 那说明凶手应该是以左边为决定 用左手打击的 在死者身上 夏营还发现了一种白色的磷状物质 是一种特别的头皮线 由真菌引起的头皮线 死者跟白松的头皮是正常的 因此夏营分析应该是凶手留下的 而这个凶手的作案手法 是先用胶带封住窗户 而后击碎玻璃 这样可以防止隔张 还能有效的隔音 这样看来凶手是一个 具有一定经验的官方 根据目前的证据 白松几乎不符合嫌疑人的特征 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被关在警局内 杀人案却再次发生 进入方式和之前是一样的 连杀落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算是模仿犯罪 也不可能到这个程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作案是同一个人 夏营却觉得这个案发现场 跟之前有所不同 法医在被害人身上 再次发现鳞状物 多个案发现场都发现头皮线 这个也正是破案关键 夏营经过初步尸检发现 这个被害人的伤势 与其他被害人 是有一些差别的 不知道凶手是紧张 还是其他什么 让这名受害者逃脱了 想要受害人逃脱了之后 两个人又开始挪打起来 在这个受害者的指甲缝里 有凶手的表皮组 我想他一定是把他捞伤了 经过这起凶杀案 夏营觉得白松基本已经排除了嫌疑 应该释放白松 而上队却认为白松的嫌疑 依旧没有排除 我敢说如果原来不是警察 只是普通人 我相信你肯定早做决定了 可上队却是和尚吃剩妥铁了心 另一边的锦花松衣 为了证明于雷的清白 来到了于雷交代的广场 找到了环保局的监控 正是于雷手上的伤 真是跟一对情侣发生冲突造成 说明白松是故意陷害于雷的 那白松跟这几个凶杀案 必然有某种联系 上队三人再次来到 最后一个凶杀现场 在门口遇见了夏营 四人决定进行一个犯罪重现 把他嘴肚子 压住 哎 头儿不是 你小来 上队借英明一个压不住 于是自己也上去帮忙 压住挣扎的小凯 一旁的夏营见到这个画面 突然灵光一现 等一下 如果是少了个人呢 那另一个人是谁呢 那要问白松吧 有了这个重大发现 之前说不通的地方 现在瞬间清晰了 之前的案发现场 看起来是一个人完成的 实际上还有另一个人的存在 白松被抓紧警局 另一个人凭借一人之力 无法瞬间控制被害人 因此最后一起凶杀案 看起来跟之前一模一样 实际上有很大的漏洞 这些漏洞也成了破案的关键 我愿意 我愿意 这个杀人犯嚣张至极 即使被抓紧了警局 对警察依旧不屑一步 从始至终都是你们警察在主导一切 现在 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找到了证据 那你给我定罪 如果没找到 趁早把我放了 这个男人狡猾一场 不拿到实质性证据 根本不可能击碎他的心理防线 为了找到破案的关键证据 夏营对被害人进行了详细的尸检 在被害人的耳后发现了头皮屑 夏营立即对头皮屑进行化验 凶手有很严重的头皮血 感染上这种证据之后 头皮会起咬 他一定会去咬 而这个人的DNA跟白松很像 极有可能是他的兄弟 可白松的户籍上显示没有兄弟 警方立即对白松家进行了搜查 果然找到了两兄弟小时候的照片 警方也对医院进行补控 白树果然自投罗网 警方当场将其抓捕 找到了本案的关键人物 可白松依旧死鸭子最硬 夏营直接拿出了 他跟白松小时候的照片 以及两人的DNA检查结果 白松的心理防线也终于崩溃 白松从小就被父母送给了别人 而养父母一不开心便虐待白松 造成了白松反社会的人格 后来白松的养父母生意失败跑来 重获自己的白松便想报复社会 于是找到了弟弟白树 我跟他讲了这些年我的经历 我跟他说我要报复社会 我让他帮我 记住他不敢 说你把我摁住了 我来 他同意了 白松交代了自己的行凶过程 原本杀人报警放置沙漏一切都刚刚好 谁知道 这家附近有一个流动港亭 警察比预计来得要早 导致两人来不及离开现场 于是白松便让白树狠狠打了自己几下 以此来故意诬陷警察刑讯敌过 事情真相大白 被冤枉的警察也得以招雪 真是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 而这两个人间恶魔 终究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房间内女子的衣物扔了一地 两人正在做着不可描述的事情 男人用丝巾紧紧地勒住女人 两人亢奋地搏斗了一夜 第二天保洁来打扫卫生 竟发现女子双眼翻白死在了床上 警察接到报案立即来到现场 死者白露 年龄25岁 现场并没有打斗和强行进入的痕迹 负责现场勘察的警察 在卫生间垃圾桶发现了一个用过的小雨伞 警方当即将死者带回警局 经过法医的初步检测 死者死亡时间不超过10个小时 我梗处有一条暗红色的勒痕 正是致命上 并且在临死前 还发生过不止一次的性行为 在死者的胸部还有大腿内侧 发现了大量的咬痕 这些咬痕大小深浅不易 特别是大腿内侧的咬痕 常人根本难以忍受 如果不是被人下药 那就是有一些特别的嗜好 很快白露的血液报告出来 体内并没有发现任何药物的残留 因此特案组几人综合分析 认为这是一起性受虐致死案 警方随即来到了白露的工位 白露的工位十分简洁 没有任何办公以外的物品 警方又走访了白露的同事跟领导 发现白露在公司 属于默默无闻的边缘角色 因此并不可能与人结成 同事们只知道 白露有一个谈了七年的男友 是附近大学的老师 警方当即提审了白露的男朋友 这个小眼镜看起来丝丝纹纹 根本不像一个虐待狂的样子 而警方向其询问案发时间的去向 小眼镜竟然对达如流 就像提前准备好了一样 而警方当即就发现了破绽 你在晚上十点半的时候 离开卧室区 在凌晨一点半的时候又回来了 你怎么解释 男人支支吾吾不敢说话 警方以为他是玩得过活 失手杀了白露 小眼镜彻底坐不住了 原来他每周四都要去红粉洗浴中心 而当晚也是去了那里 原来两人恋爱的七年里 白露主动提出要谈柏拉图式的恋爱 七年那两人并没有发生性关系 与此离其死在家中 在胸部及大腿内侧发现大量咬痕 法医迅速对死者身上的齿印做了对比 竟然存在六个不同的主人 与此同时 警方在白露的电脑里 发现了一个加密文件 里面有很多白露的受虐视频 还有很多大尺度的聊天记录 警方当即寻找与白露发生关系的男子们 并一一对比白露身上的咬痕 果然发现了一个名叫老王的人 他的咬痕 跟白露大腿内侧的咬痕完全相同 而且在白露体内发现的DNA 也是来自这个男人 老王听见白露死了 情绪莫名的激动 我没有杀他 警察同志我发誓我真的没有杀他 老王交代 他跟白露是在网上认识的 第一次见面 白露揭开脖子上的丝巾 露出了深深的牙印 老王也向白露展示了 自己身上的咬痕 两人当即一拍即合 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 当天晚上两人打完扑克 白露亲自送他离开 因此根本不可能杀死白露 这下案情更加的扑朔迷离 警方再次勘察案发现场 希望能找到遗漏的线索 两个警员经过仔细搜索 在地台上发现了几块不明液体 两人当即带回警局化验 两人刚从白露家里出来 队长就发现楼到墙上 有监控被拆除的痕迹 二人敲开了隔壁的房门 隔壁的中年男人 似乎很仇恨白露 中年大叔交代自己当天上的夜半 第二天早上才回来 而自己的儿子独自在家 大叔的儿子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 小眼镜交代 当天晚上听见隔壁有动静 随后便看见老王从里面出来 后来就回房间打游戏去了 中年大叔一听打游戏 当即就火了 对着小眼镜就是大耳瓜子伺候 警方见此也只能做罢 与此同时 法医那里也有了新的发现 之前我分析白霞身上的牙印 一共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陈旧性损伤 应该是死之前一个月左右造成的 还有就是处于组织修复期损伤 大概是死之前一个星期左右造成的 还有就是死之前的牙印 但是我刚才又仔细检查了一下 又发现了其他的两种 一种是濒临死亡的牙印 还有一种是死后的牙印 而这两种牙印都没有找到主人 并且白露驳梗的致死伤 也不像是常规的绳子造成的 警长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死者隔壁的中年男人 与此刚送走一个男人 转头便对隔壁的宅男勾了勾手 正痴痴地看着这一切的宅男 被女人撩得欲火焚身 当即便跑到了女子房间 女子第二天离起死亡 胖大叔连夜拆掉了门口监控 警方趁大叔不在 找到了大叔的儿子 担刀直入询问监控的事情 小青年承认是自己安的 后来邻居投诉便拆掉了 视频也一并删除了 你脖子上的伤 是怎么回事 自己撞的 说话中小青年十分紧张 两只手一直搓来搓去 健壮队长也没有多问 回到警局迅速调查胖大叔 在案发当晚的行踪 这一查果然查出了问题 她的案发是回了趟家 这是他们楼里的监控 而且我也去他们单位确认过 他们说他家里有事 让同事再办两个事 而且大叔十分讨厌白露 这下作案时间 跟动机全都有了 警方立即将胖大叔 代付归案 我是为民除害 那天 我看见他家门开着 肯定是刚送走 那些不散不死的男人 我就进去把他给弄死了 用手 掐死他 两只手 两只手掐死他 胖大叔认罪倒是挺快 但是他所说的杀人手法 跟死者的死法却是打相警警 警方告诉胖大叔要提取DNA 大叔也是满脸抗拒 法医立即就看出了胖大叔 是在替他人顶罪 他身上一共有三个疑点 一 认罪认得太快 二 对于现场很多案发细节都说错了 第三 就是不让警察提取他的DNA 法医当即打电话询问检测结果 得知地毯上的经验跟中年男人并不符合 但是却高度相似 因此事情的真相只有一个 真正的凶手就是大叔的儿子 随即警方将小青年带回了警局 事情到了这里 小青年也是将自己的罪行共认不会 当天晚上白露送走了一个男人 就对他做出了撩人的动作 这下小青年彻底忍不住 而年轻没有虐待经验的人 手上不知轻重 失手杀死了白露 而当他发现白露死亡后 惊慌失措地跑回了自己家 给自己老爸打了电话 中年男人回到家得知白露已经死了 立即让小青年删除了监控录像 决定事情败露便自己去顶罪 而法网挥挥疏而不落 最终两人的算计还是被警方识破 案件侦破 事情到这里也是告一段落 他的下阴部有撕裂 怀疑是被信秦国 而且阴道内部有义务塞入 死者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 被人捆绑后肩上 脸部有严重的挫伤 据观察是死于窒息 发现的时候毛巾是不是盖着脸 你怎么知道 上队发现 此案跟五年前女友被奸杀的案件 作案手法几乎一样 上队向局长申请合案定审 局长十分理解上队 但是由于二人有亲属关系 局长让上队暂时休假 特案组交给二队的徐姐来带 徐队为了警快扑啊 当即带着李学凯 来到了被害人的公司 从被害人孙惠惠的同事内了解 她是一个脾气温和很乖的女孩子 从来不和别人结怨 只是孙惠惠有一个异地 男朋友叫张磊 还经常动手打的 孙惠惠想分手还分不了 徐队了解到情况 当即准备前往张磊老家 可神奇的是 徐队刚出公司门口 就碰见了张磊 徐队当即将其带回了警局 张磊承认案发当天 他去公司找过孙惠惠 可是在当天下午 他就坐车回家了 随后李学凯调查了张磊的车子 发现张磊确实买了回家的车票 但是他在半路下车了 并且经过对现场的看见 在孙惠惠家发现了张磊的指纹 直到面对切实的证据 张磊这才老实交代 承认自己去过孙惠惠家 但由于两人起了争执 便被孙惠惠赶出了家门 自己在车站喝了一晚上酒 张队立即调取了车站的森布 发现张磊并没有说话 因此张磊确实有不在场的证明 与此同时 宋妮在孙惠惠的朋友圈 找到了一些线索 我发现他在半年前 还是这种风格 可以看得出 他平时就是宅在家里 你们再看这半年 他朋友圈里 户外的照片多了很多 这些地方有个共同点 他们都是攀岩胜地 宋妮调查孙惠惠的通话系统发现 除了孙惠惠的父母 还经常跟一个陌生男人通话 调查发现此人名叫李志伟 五年前本市的连环天杀案 遇害者徐欢的未婚夫 也叫李志伟 警方根据手机定位 当即找到了李志伟所在的攀岩馆 将其带回警局 即使坐在审讯室 李志伟仍然巧舌如簧 8号晚上6等 到9号的早上 你都在做些什么 男女朋友也不需要 每天都在一起吧 面对警察的审讯 李志伟跟警方打起了叹记 警方没有问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只能将其带走 李志伟刚出审讯的门 也遇见了商界 多年前的连环间杀案 凶手被判死刑 五年后竟再次出现 警方调查发现 五年前本市的连环间杀案 遇害者徐欢的未婚夫 也叫李志伟 李志伟审讯结束 出门便遇见了商界 徐欢是我杀的 上队怒上心头 直接一拳将李志伟打翻在地 商界也因此事 被局长停止检查 李志伟因伤被送到民院 徐队立即前往医院查看 刚到门口便接到了宋秘的电话 孙慧慧家里有李志伟的指纹 李志伟一定去过孙慧慧家 申请批不留 此时李志伟意识到了情况不对 竟当场挟持了小护士 用其挡住警察 向天台逃去 李学凯一马当先 在楼梯扑住了李志伟 李志伟反手将小凯打倒在地 迅速跑向天台 徐队跟陆明紧紧跟上 两人分头拦紧 将李志伟堵在过道 你们觉得 你们比上阶厉害吗 少废话 李志伟不愧是攀爬爱好者 三下五除二便从围栏逃走 警方立即展开全程通缉 对李志伟的家展开搜索 果然发现了捆绑被害人用的绳子 夏营得知李志伟跑了 当即给上阶打去了电话 李志伟跑了 我觉得他会去找你 上阶他们是怎么看人的 他跑不了的 上队刚来到了前任徐欢的家 便接到了李志伟的电话 阿姨呢 东郊公帝 不许报警 如果报警 这条命运 也算在你头上 连环间杀犯十个多年 再次奸杀自己的未婚妻 男人为了活命 居然挟持了自己的母亲 徐欢的案子是不是你做 少废 你刚才说什么 我会是错傻的 这是个意外 谁承想李志伟当年杀害徐欢 仅仅是因为徐欢跟上阶抱在一起 而李志伟时隔多年再次作案 也只是为了引起上阶的主意 想要报复上阶 上阶见李志伟情绪激动 趁其不被冲了上去 两人扭打在一起 上阶不愧是散打滚军 全程碾压了李志伟 将其控制住 下阶一直打不通上队的电话 怀疑上队已经出了意外 迅速对上杰的手机进行定位 徐队当即带人来到工地 发现了被挟持的嫌疑人母亲 李志伟倒在血泊中 已经一命呜呼了 上阶也被当作杀人犯 抓回了警局 徐队对上阶进行了审刑 上阶交代自己被人麻醉 醒来的时候李志伟已经死了 警方对上阶的血液进行化验 并没有发现麻醉剂的成分 无法证明上阶的自信 下阶为了证明上阶的清挨 对李志伟进行了详细试验 果然发现了问题 死者的脖梗处发现了三部刀痕 按照上阶的能力一刀足以 而三刀深浅不一的刀痕 无何自杀的痕迹 但是警方目前所有的证据 都显示是上阶杀害的李志伟 局长只能命令批不上阶 下阶为了查清真相 晚上再次来到了案发现场 下阶在脑中重现了案发过 下阶明白了李志伟死亡原因 立即将特案组中人叫来 根据现场的血迹分析 李志伟在死之前 有很长时间的存活 那你的意思是 李志伟自己割开了自己的脖子 没错 但是光评推断是无法证明上阶无罪 因此只有找到上阶口中 那个麻醉剂的针管 才能证明推断的正确性 众人迅速在现场寻找 从晚上找到白天 下阶终于在一个墙角 发现了那个针管 经过化验发现 针管里面的残留物确实是麻醉剂 而针管上的指纹也是李志伟的 因此上阶根本不可能杀害李志伟 你从来就没有怀过我了 你臭毛病是挺多的 但是杀人 你不会 走吧 走 三个小孩惨遭歹人绑架 其中一人竟被绑匪活活打死 还被活生生剁下大拇指 以此作为筹码 向小孩父母勒索二十万 而这些绑匪还不知道 警方已经将电话监听了 明天下午五点 星光游乐场垃圾桶旁边 你自己还 警方立刻前往现场不顾 梁宇再次接到绑匪的短信 却没有通知警察 而是偷偷跳窗离开 上队立刻察觉到不对 让人定位梁宇的位置 警方曾给梁宇多次叮嘱 一旦有绑匪的消息 要马上通知警方 可梁宇心存幻想 竟想用钱消灾 为此还专门绕过警方 单独去给绑匪送钱 梁宇按照绑匪的要求 颤巍巍地将钱放在垃圾桶上 按照绑匪要求离开 劫匪见没有警察 立即将钱拿走 等上队赶到 劫匪早就跑得没影了 也为梁宇的自作聪明 警方错过了唯一的抓捕机会 绑匪拿走了钱 也没有将小明放回来 知道了事情结果的梁宇 心里也是追悔墨迹 另一边的夏营通过事件 再次发现了重要线索 只有化工厂之类的地方 才会定期喷放物酸 警方锁定了位置 立刻展开排除 优先找药店 顾明瑞走的时候没带药 可能会发病 凶手为了保证人质的责祸 一定会给顾明瑞买消失账 两人立即来到了附近 唯一的药店 警方询问发现 房匪果然来过药店 这个人上次带着个孩子 在我这儿到处抹血 他抹的什么图案 也就505之类的吧 56 黄芳抹的不是50 是S1S 他在求救 这个女人一定是 药店老板的小姨子 连个求救标志都不认识 这附近有没有废弃的化工厂 化工厂倒没有 钢厂倒是有一个 警方带领特警 立即来到钢厂 房匪果然在这里 两人还想逃跑 面对警察的枪口 吓得赶紧举起手来 两个小孩子立即被送往医院 得到了救治 绑架案也被侦破 面对房匪 黄芳冷静求救 用自己性命换回了另外两人 顾明瑞也一定不会忘记 这个以命相救的朋友 注意看 这个小孩趁男人不备 咬破手指留下了求救标志 而店员却只顾着看手机 根本没有注意小孩的求救 错过了小男孩唯一的生存希望 让小孩被歹徒强行带走 另一边孩子的父母 也收到了绑匪寄来的照片 以及血淋淋的大拇指 警方接到报警 当即来到报案人家里 了解有关小孩子失踪的线索 在小明的笔记本上发现 此次外出郊游共有三个小孩 上对当即命人 去寻找另外两名小孩子的具体信息 与此同时 小明的哮喘并发作了 你不会哮喘发作了吧 可能是吧 明睿 救命啊 明睿 吵什么吵 明睿 你们救救他 明睿 明睿 我看这孩子不像是装的 那怎么办 我求求你了 让我去买药吧 你快去吧 我怎么知道他买什么药 我知道 劫匪无奈只能带着小孩去买药 小孩趁其不被咬破手指 留下了求救的标志 药店服务员却只顾着打游戏 连小孩看都不看 男人强行将小孩带走 回到废戏钢厂 绑匪发现了小孩手指上的血迹 怀疑小孩给别人留了线索 两人直接将小孩活活打死 抛尸野外 警方随即发现了小孩尸体 上队立即带着小明的父母来到了现场 经过辨认发现是小明的同学黄芳 夏盈利即将尸体带回警局进行尸检 黄芳的真正死因是被雨水逆死 并且是心下的雨 警方根据这个线索迅速展开分析 我发现他们要去的地方 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有大量的树林 第二有陡峡的山坡 第三有强烈的日照 第四有大量的蚊虫 经过分析发现 郊游地点应该在本市的山区 而本市的山区符合要求的 只有朔阳岭以及小北山 我觉得他们不大可能是朔阳岭 但是小北山有可能 而且黄芳是被雨水淹死 最近朔阳岭没有大面积降雨 警方将目标锁定在小北山 迅速展开搜查 与此同时绑匪的电话也打了进来 喂 如果你真的在乎你儿子 就不应该报警 一群人在酒吧玩得正好 男人突然瘫倒在沙发上 蹊跷流血 疾控部门担心是急性的传染病 立即封锁了现场并进行消毒 原来人民医院一天之内 报告了三例急性死亡事件 而且症状极其相似 都有发热出血呼吸衰竭等症状 作为警局法医的下营 也被请到了现场 以便确定真正的死因 夏营初步观察尸体 觉得符合重毒症状 具体死因需要将尸体带回警局 做进一步事件 而疾控中心也传来消息 毒物不具备传染性质 特案组调查发现 三个人互不相识 但是死亡的症状却相同 确定是连环投毒案 特案组立即行动 上队带着夏营 先找到了石小豪的女友 据其女朋友交代 石小豪有一个癖好 就是喝酒前要先喝一罐黑咖啡 随后上队立即来到了 石小豪的家中 发现一群要债的人 正围着石小豪的父亲 原来石小豪在外欠了 三十万的高利贷 这些人找不到石小豪 只能找到了石小豪的家中 而上队让他们走司法程序 这些人还不愿意 既然你这样说的话 我就把这个案子 调到我们特案里 我要好好地查一查 石小豪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欠你钱 还有更重要的是 石小豪的死 跟你们有没有关系 这些人一听顿时吓得不敢说话了 乖乖离开了 上队从石小豪的父亲这里了解到 石小豪是吃喝嫖赌样样精通 经常在外欠前 不知道跟多少人结仇 说不定得罪谁让人给毒死了 说到这个他父亲情绪激动 更是直言他母亲 就是被石小豪气死的 另一边在做毒物检查的夏营 由于没有针对性 也找不到具体的毒物 一直做到了深夜 上队给夏营带来了泡面 这是什么呀 金真菇 看着碗里的金真菇 夏营突然想到了什么 立即冲到了解构室 将死者的肾脏取了出来 做了针对的毒物检测报告 没错 秋水仙茧 三个互不相识的男人 竟都是死于秋水仙茧 秋水仙茧一般富含于植物种 只有高纯度的秋水仙茧才致命 而秋水仙茧只能口服或者注射 在死者身上并没有发现真恐 注射可以排除 基本可以确定下毒者 是从死者的食物入手的 警方迅速调查了死者临死前吃的食物 通过黄兴俊出租屋里的外卖盒 警方化验出 凶手是通过茶饮料给黄兴俊下的毒 也为秋水仙茧有很强的苦味 需要用茶的味道来养蛋 警方通过监控锁定了嫌疑人 据黄兴俊的摄友辩认 此人是黄兴俊的游戏搭子 警方通过手机定位 迅速将嫌疑人抓捕归案 面对证据嫌疑人还满脸的不服 而嫌疑人杀害黄兴俊的原因 仅仅是因为黄兴俊觉得他在 不让他玩游戏中巫师的角色 第二个被害人赵武光的饭和 化验结果也出来了 上面只有赵武光和其妻子的指纹 锁定嫌疑人为被害人的妻子 李学凯立即带队实施抓捕 嫌疑人的母亲却不愿意了 原来这个赵武光喝醉酒就打老婆 甚至连老母亲都不放过 后来更是变本加厉 连小儿子也一起打 而赵武光的媳妇担心赵武光 把儿子活活打死 出于无奈将赵武光堵死了 与此同时上队也来到了 石小豪的家中 在家中果然搜出了一瓶秋水仙剑 根据石振熙的交代 杀死他儿子 是担心儿子将仅剩的家产都败亡 因此选择直接将他毒杀了 秋水仙剑是有人留递给他 具体是谁他也不知道 宋迷通过快递地址 查到了寄件人的位置 上队当即前往 在屋内查到了嫌疑人发出的快递 上队根据快递单 找到了下一个收件人 这也不知是谁寄来的东西 好 害你不幸的人 终将得到惩罚 真正的公平 只能靠自己争取 秋水仙的圣者 将引领他们去往地域 不挣扎 你就不会疼 女人被绑在操作台上 眼看男人将麻药打进自己的体内 第二天一早 警方在湖边发现了半截尸体 尸体被放在白布上 现场布置的异常干净 死者的嘴被割成了传说中的小丑 凶手仿佛将尸体当成了艺术品 显然这个案件跟当年的黑色大栗花案 几乎一毛一样 警方分析 既然凶手是在刻意复制当年的案件 那就一定有机可循 上队立刻让大家开始搜集 有关黑色大栗花案的所有细节 另一边法医的鉴定也出来了 从伤口的卷曲状态来看 应该是活着的时候被割开 凶手手段残忍至极 但他在切割嘴角的时候 为了让伤口没有瑕疵 特意给死者打上了麻药 负责现场侦查的李学凯 再次回到案发现场 远远看见一个黑衣男子 背着一个沉重的包 行踪十分诡异 小凯追上去才发现是陆明 小明说他要沉浸在凶手的遐想中 这样才能更加接近凶手 小明认为本案的凶手 是一个黑色大栗花案的疯狂崇拜者 他之所以要完美地附和当年的凶案 就是为了重现出当年笼罩 在黑色大栗花案背后的恐怖语谜团 警局内正当所有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 凶手竞进来一个包裹 里面放着被害人扬纳的身份证以及钱包 同大栗花案一模一样的手法 寄来的包裹中还有一封信 这是凶手在指引警方寻找杨娜的下半身 正在这时又有一封信件起来 里面放着小明两人在湖边的照片 凶手大胆地挑衅警方 比黑色大栗案的凶手更加的主动 小明为了查清凶手的意图 查阅了大量有关黑色大栗花案资料 黑色大栗花案中两节尸身仅仅间隔了50厘米 而本案的凶手却大胆改变的手法 小明认为本案的凶手应该极度地自恋 他认为自己比黑色大栗花案的凶手更加的聪明 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 一向运血的小明 竟要跟夏营一同对死者进行尸检 小明认为凶手是一个享受尸体的人 一定会在尸体上留下自己独特的标志 这个是他精心制作的艺术品 每一个艺术家都会有自己的签名 夏营果然在尸体头部发现了线索 我想我找到了你所说的签名 在杨娜头部发现的是一种香薰蜡烛 警方迅速调查了案发现场附近的酒店 发现只有一家名叫天雅的酒店 在使用这种香薰蜡烛 警方立即赶到了酒店 果然有杨娜的入住记录 血色红沙下 一个只有下半身的女士 被悬挂在空中 凶手在现场留下了第三封信 相比于前两封信 凶手似乎变得更加愤怒 小明分析按照凶手目前的情绪 极有可能会继续杀人 夏营来到现场 迅速对尸身进行了检查 发现杨娜并没有受到性侵 但是子宫被摘除了 这和黑色大栗花案一模一样 死者的下半身做过防腐处理 所有至今没有苦患 这个凶手在医学方面 会不会是专业人士 恰恰相反 你看这些刀口切得相当的整齐 我觉得凶手是刻意想把自己 伪装成掌握这些知识的专业人士 通过李学凯的现场检测 确定了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根据伤口来看 死者是在活着的时候被分尸的 并且死者的下半身发现了很多真恐 凶手在行凶的时候 给死者做过举马 造成了杨娜下半身肌肉的坏死 这个凶手冷静残忍 而且沉迷于犯罪心理学 无法自拔 对黑色大栗花一案 有着近乎狂热的迷恋 但同时他也展现出了 急躁偏执的情绪反应 他为了更好的控制被害人 大量使用了麻醉剂 说明他的体型不高 从伤口处发现了大量重叠的刀痕 说明分割尸体的时候 血液溅到了眼镜上 警方越来越接近真相的时候 第四封信送到了上队手中 上队急匆匆跑到楼下 结果送信的人早就不知所踪 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一封信凶手用了第一人称 凶手开始直接吼对话 小明觉得既然凶手想要对话 那就主动寻求对话 小明开始在网上大量的发有关 黑色大栗花案的帖子 在大量回帖中 小明发现了一个十分可疑的图片 而图片中显示了一个地址 正是硕阳市图书馆 小明开始在图书馆蹲点 果然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 男人用刀疯狂捅着什么 警方将其抓获 男人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在审讯中男子还十分嚣张 男人认为黑色大栗花 是他心中最完美的犯罪 可真当警方拿出被害人照片 询问是不是他杀的 男人却吓得连话都不会说了 这个人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 而英明也觉得真凶不是此人 英明自己回想了凶手作案的全过程 站在凶手的位置分析凶手的想法 英明觉得凶手应该还会再回天涯酒店 于是再次来到酒店 而英明刚走 网上的论坛再次收到一句回复 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 英明来到了案发现场 而凶手悄悄地出现 准备对毫无防备的英明动手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上队带人感到将凶手制服 原来宋迷通过IP地址 锁定了凶手的位置 就在被害人的酒店 这才及时救下了英明 而凶手即使坐在审讯上 依旧冷静一场 英明决定从心理上击败对方 你是典型的 自恋与表演人格 你姿势甚高 你认为全世界只有你自己最聪明 凌驾于所有人之上 你虽然模仿作案 你却认为原本的作案方式 也不能称之为艺术和完美 所以你改变了其实方式 你更加大胆地挑衅了警方 而邱山却认为 警方一直在按照他想法前进 自己被抓也只是一个巧合 英明从一开始就知道 想他这样狂妄自大的人 一定会欣赏自己的作品 并且不容任何人去质疑 所有网上每个质疑的留言 邱山都一回复了 警方当时就已经锁定了邱山 邱山始终不明白 那个环节出了错 其实关键的证据正是 从被害人指甲里提取的人体组织 只要DNA检测出来 立刻就可以锁定协议人 邱山恶狠狠地眼神中 又透露出一丝悲伤 可惜邱山永远都不会懂 什么叫做邪不胜正 男人晚上跟情人快会一夜 第二天保姆竟发现男人离奇死在床上 警方接到报案 特案组立即来到现场 死者名叫宁三燕 是本地的负商 警方勘察现场发现了 一个红色的符咒 还有一个类似油脂的物质 具体是什么物质还得等化验结果 上队找到死者的妻子了解情况 根据负商妻子苏润交代 案发当晚他去参加闺蜜的生日宴了 喝多了酒便没有回来 而他和丈夫结婚二十年 关系一直都很好 可小凯却发现了一个 只有负商签名的离婚协议 上队直接将符咒跟离婚协议 甩到了苏润的面前 可苏润却拒绝回答 说是自己夫妻的隐私 在现场里 学凯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房间 房间布置的阴森恐怖 黄色的符咒压着小人 还有各种奇怪的图案 我承认 是我给他下了降头 降 对 我找的降头师 给他下了降头他才死 那个瓶子里装的 就是下降头用的室友 房间内的东西是降头师 下降头用的法阵 把警察都给看麻了 现在是科技引领社会的时代 哪里来的鬼神之说 苏润交代 使宁三燕嫌弃自己不会生孩子 还在外面找了一个小三 因此要跟自己离婚 甚至连钱财都不打算给自己留 这才找人给他下了降头 警方自然不信宁三燕是死于降头 让法医先查明死者的死因 而上队则继续审讯苏润 一开始我也是半信半疑的 可是后来真的很邪 我付了钱不到一个星期 宁三燕他就下肢瘫痪了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 他得了横贯性脊髓病 病因还查不出来 后来 我就想到了用降头 杀死宁三燕 苏润前后一共花了将近三百万 对于宁三燕死于降头 苏润是深信不疑 在宁三燕房内找到了油脂 经过化验是植物油 根本不是什么室油 那个所谓的降头师 估计也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另一边夏营也对尸体进行了尸检 死者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的伤口 但面部看起来异常痛苦 夏营分析可能被人吓毒 并且这种毒让被害人无法发出声音 此时毒检报告还没有出来 因此上队带着小凯跟英女 先去调查那个降头师 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男人是远近闻名的降头师 住的地方更是神秘诡异 据说他下的降头可以凭空杀死人 特案组的上队带人前来调查 李学凯见他说这么自信 直接掏出了自己的证件 降头师看了一眼 吓得从床上滚了下来 直接跪在李学凯面前 大师不愧是行走江湖之人 果真是能屈能伸 活脱脱一个江湖骗子 从降头师这里并没找到线索 宋弥从富商的社会关系入手 发现富商的公司曾经涉嫌诈骗 而医生的父亲正是曾经对他骗过的人 上队立即来到医院提起宁三燕医生气氛无比 表示如果不是身上这身衣服 自己根本不想认识宁三燕 根据初步的调查 医生并没有阻碍事件 因此也排除了嫌疑 可离谱的是 上队刚回警局 医生后脚就跑来自首 据医生交代 宁三燕骗走了父亲一辈子的积蓄 母亲因为这件事得了脑医学去世 而父亲一直到现在心里还是过不去 自己为了给父母报仇 在宁三燕的药剂里下了毒 可医生描述的杀人手法 跟死者的情况完全不用 明显医生想替人顶罪 而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他的父亲 不管你为谁做了这件事情 你都会毁掉你的大好前途 秦医生 我希望你好好地想一想 你所做的这一切 值得 医生这才交代 是自己的父亲给宁三燕下了毒 而正好这是毒检报告出来了 报告显示宁三燕体内的毒 根本不足以致命 因此医生的父亲 顶多算一个杀人未遂 夏营为了查明死因 解剖了死者的脊椎 发现死者的第一脊髓跟第五脊髓 都有被腐蚀的迹象 并且在脊椎神经上 还有一次电击的黑斑 经过化验发现 黑斑是高浓度的硫酸 真正的致死原因 正是这个浓硫酸 可硫酸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男人惨遭神秘的降头杀害 离奇的死亡方式 让法医看了都摇头 死者身上没有任何的伤痕 体内也没有中毒的迹象 各个器官都完好无损 然而经过调查发现 蒋头师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夏营重新尸检发现 死者脊椎被高浓度的硫酸腐蚀 因此确定了死者是因为中枢神经 被注射了高浓度的硫酸而死 但是硫酸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让夏营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这个 我倒是知道一点 可以通过一种手段 打的目的 就是 针灸 通过针灸可以在人表皮不留下痕迹 可上队却有疑问 宁三燕如何心甘情愿地让人针灸 正在这时 宁三燕的女秘书 跑来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说宁三燕最近一直在做针灸 并且宁三燕有追求性窒息的爱好 而通过针灸正好可以达到 这样就可以说得通了 可是谁给宁三燕针灸 也为通过调查并没有发现 宁三燕去过针灸馆之类的地方 老法医再次提醒夏营 长期做针灸的人 会有时不时搓手指的习惯 而跟宁三燕比较亲戒 且有作案动机的 苏润 上队立即带人重返案发现场 在洗手时下面发现了颅酸 房间内还有大量关于针灸的书 而据楼下看守的警察说 苏润中途回来过一次 说要收拾东西出去住 但是并没有让他进来 为此还大吵了一件 因此看来苏润作案的银针 应该还在房子里 经过一番搜索 上队果然在床下的夹板中 发现了作案用的银针 警方随即将苏润带回 说起杀死宁三燕 苏润很是开心 我杀他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为了钱 原来宁三燕不仅在外面找了情人 还在转移财产 想将苏润扫地出门 因此苏润起了杀心 宁三燕是一个性变态 你们恐怕不知道吧 他热衷于玩性窒息的游戏 而通过针灸正好可以实现 因此苏润决定要杀宁三燕的时候 便决定用这个借口 我在他的第一兄之缘 注射了硫酸 可是只把他烧成了一个下肢劫瘫 后来 我又在他的利语胸椎 注射了硫酸 之后我就去了我的闺蜜家 第二天早晨 我就接到了宁三燕 死亡的消息 注意看 男人手持尖刀剑人片盘 直接砍死了正在洗澡的两个射友 案情清晰明亮 检察院随即准备起诉凶手 男人的家属却出具了精神疾病的证明 由于案情重大 检察院随即将案件交给警方 求证案犯杀人士的精神状态 根据嫌疑人的指数 当晚发生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等他清醒过来 两个人已经死了 等被凯商的射友报警后 警察才冲进来抓住了他 特案组接到任务 当即赶到现场 尸体已经被警方拉走 现场只有一滩滩血迹 而据法医分析 两名死者的遇害时间非常接近 并且现场充满了过度杀戮的痕迹 确实不像是一个正常人可以干出来的 但是在这样一个环节 凭借一人之力杀死两个成年人 处处透露出诡异 夏营回到警局 当即进行二次事件 发现死者几十处刀伤 全部避开了要害 这刀刀避开要害客就太离谱了 完全不像一个精神病 可以做出来的事 我之前看过一个案例啊 说是有一个医科大学的女护士 为了惩罚自己男朋友出轨 拿着手术刀连捅了她一百多刀 由于熟知人体 刀刀避开要害 最后伤情鉴定的时候 即使男朋友承受了很大的痛苦 也无法以重伤并遭 因此凶手极有可能是 意识清晰的情况下行凶 估计避开要害 以此来折磨被害人 尚队当即提示了案犯 照颜看看起来意识模糊 坐在凳子上头也不太 尚阶刚说一句 赵颜便情绪激动 我不要杀人 我不是罪犯 我不要杀人 我不是罪犯 两个警察立即冲进来 控制住赵颜 不得不说这个案犯的演技 是影帝级别的 想从赵颜这里获取线索 完全是不可能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 跟赵颜在工作上接触的 对她的精神病 都是怎么看的 排除掉所有的办法 那剩下 就算你再不能接受 也可能都是真相 宋弥当即带人来到了 赵颜所在的电厂 据其共有交代 赵颜平时忙忙壮壮 周围的人都叫她愣子 因为脑子不太灵光 但是厂长却一口咬力 赵颜不可能装病 因为赵颜的妈妈也是精神病 说着厂长还拿出了 之前赵颜发病时的视频 这个精神病有点不一般 将两个摄友乱刀砍死 居然刀刀避开要害 法医经过尸检发现 但是由于死者的尸体已经开始腐化 导致很多的细节已经无法证明 赵颜对死者刺了很多刀 并且非常的深 可能凶手想表现出神经异常者的过渡杀戮 这些伤口会留下非常多的线索 目前想要提取这些线索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去掉所有的皮肉进行白骨化 这种方法只在国外出现过 国内从来没有实现过 毕竟中国人讲究死有权失 想让家属同意做这种解剖 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上队是不赞成这种方法的 但是耐不住下营兼职 上队还是找到了死者家属 死者家属一听当时就炸了过 要是欠了这个字 我们两个嘴刀会都开不成了 那绝对不行 不行 走啊 走 下营得知结果 情绪沮丧 但是上队早就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毕竟失去亲人 已经是对他们最大的打击了 这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找到了下营 这个人是死者孙一发的父亲 据老人说孙一发性格良善 打工挣的钱基本给了家里 最终老人含泪签下了同意书 为了做好这次事件 下营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决定使用生物板 用食肉性昆虫 把尸骨上的肉全部吃掉 与此同时上队带人来到了 赵岩的宿舍 通过工友了解的 赵岩的脾气非常大 发起火来就大吵大闹 非常吓人 跟舍友的关系也非常差 闹得最凶的时候 赵岩的行李都被舍友扔出去了 警方在赵岩的床垫下 发现了一个笔记本 上面写满了密密码码的字 字里行间都宣泄着自己的愤怒 还发现其中有一叶血树 去死吧 阴暗的更衣室内 一个男人手持菜刀走了进来 狠狠地向舍友砍去 舍友吓得向外逃走 袭击完流禁后 凶手将屠刀对着了在澡堂洗澡的 孙一发和李乐 两人正被对着澡堂门口 毫无防对 人冲上去就对孙一发后脑门砍一刀 直接将孙一发砍倒在地 而李乐见到凶手行凶 吓得拔腿就跑 一面太滑 李乐直接摔倒在地 凶手立即追上去 孙一发在砍死李乐后 又将目标重新转向了倒地不起的孙一发 对着孙一发的后背连砍几十刀 并且刀刀避开要害 我们通过尸检来的 孙一发在死之前 曾经遭受过凶手 惨无人道的折磨 赵延在砍上了孙一发之后 他还沿着刀口不断地重新刺住 故意折磨被害人 凶手在砍死被害人后 站在花洒下面 审视着自己所做的一切 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赵延从计划杀人 到整个杀人过程 他具备很强的针对性 包括杀害孙一发的时候 他的手段泯灭人性 因为赵延平时 就对同宿舍的几个人不满 特别是孙一发 他平时对赵延的调侃是最多的 他密谋了整个的犯罪过程 在这一点上 完全符合 主官故意的先决条件 并且 他在案发后 还有意地 以精神病为例 来为自己开脱 赵延这个人不仅不是个精神病人 他还是个很残忍 冷血 极其聪明 并有着极强暴心的一个人 这是警方按照线索 进行的杀人重现 以此来证明凶手 根本没有精神病 检察院的众人 看完情景在线的内容后 表示一定不会让赵延 以精神病为借口 逃脱法律的制裁 最终赵延被检察院 以故意杀人罪起诉 并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杀人犯得到了应有的成绩 可适者已是 谁又能真的告慰活着的人 常顶级车展泰给列 轻一色的国际顶流超猛 穿着性感的比基尼 看得我都挪不开眼了 可车展刚结束 一个穿着性感的女模特 便死在了冷裤内 警方接到报案 立即来到现场 据法医初步分析 死者是被冻死的 但是奇怪的是 死者却没有挣扎的痕迹 而具体死因 还需要进一步解剖 回到警局 宋迷第一时间 查到了死者身份 死者周文 21岁 模特 四年前 17岁的周文 参加模特精英大赛 顺利进入前20强 由此主导 死者在模特界 也是小有名气 警方决定 从死者的经纪公司入手 一听说要说去模特公司 大家都争着要去 连下法医也想去看看 最后就是一队的人都去了 根据死者的经纪人反映 周文是公司培养的 顶级超模 下个月还准备 送去国际时装秀 说着便带上队 来到了摄影棚 其中这个 扎着马尾女孩 名叫袁宇蒙 她擦着还没流出的眼泪 她表现得跟周文的关系很好 据她交代 最后一次见周文 是在16号的晚上 跟周文关系密切的 还有一个叫姚琪的女孩 在询问中 只有她全程都在顾 表现得非常伤心 另一边一个名叫 齐晓彤的女孩 表现得却非常反常 一听周文死了 居然开心地笑了出来 我只想说 二人自有天生 你好像不是很喜欢她呀 周文这个人 表面上和和气气的 被敌李小彤做太多 警方问起案发当天的行程 齐晓彤眼神多闪 说自己拍摄完就回家睡觉了 根据小助理交代 周文跟齐晓彤的关系非常差 网上的视频一搜就能看的 而根据小助理的描述 宋利果然在网上挖到了 周文跟齐晓打架视频 两人护毫头发 丝毫不留情面 至于两人为何打架 网上的解释是 周文抢了齐晓彤的C位 之后不久周文便死了 另一边做尸检的下影 在周文的头部发现了一个美甲 而这个美甲 跟齐晓彤拍摄时使用的是同款 小凯搜查周文的化妆间 也发现了一个相同美甲的碎片 因此判断齐晓彤肯定在撒谎 故意隐瞒了些什么 警方立即查了 齐晓彤家楼下的监控 果然发现齐晓彤在撒谎 模特险些爆出艳兆门 对方则是号称国民好老公的顶流男性 在三个月前 一个偶然的机会 齐晓彤不慎将手机丢失 正好被周文捡到 齐晓彤的艳兆门 也被周文复制到自己的U盘 两人的关系本来就不好 周文以此来要挟齐晓彤 让其宣布退役 并永不复处 齐晓彤一边担心自己的事业 一边又害怕影响男朋友的前途 无奈只能答应周文 只要其归还U盘 自己就答应退役 而后不久周文便被杀害 齐晓彤担心事情败露 影响男友的事业 仿承自己晚上开车去兜风了 当警方拿出监控 齐晓彤这才交代 当天晚上是去找周文拿U盘的 拿到U盘便跟周文打了一架 出了一口恶气 这也就解释了为啥周文的头发力 有齐晓彤的美甲碎片 齐晓彤的不在场证据也得到证实 还出了他的嫌疑 同时周文的毒检报告也出来了 在他的血液里 化验出了含量不低的盐酸伏息片 这是一种治疗抑郁症的药物 他有甲肝 如果有甲肝的话 盐酸伏息厅会阻止肝功能带醒 尚队听到这么曲折的方式 感到不可相信 而夏营解释到给周文吃百优解释 为了让他昏迷 随后才将周文放进冷库 这也就解释了 为啥周文临死前没有挣扎 能给周文下药的人 一定是周文最亲近的人 于是尚队再次来到了周文的经纪公司 在问话的过程中 发现姚琪十分紧张 支支吾吾什么也说不出来 上队问了半天 什么也没有问到 姚琪更是吓得晕了过去 上队赶紧将姚琪送往医院 发现姚琪不仅患有抑郁症 醒来嘴里还神神叨叨的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上队连续地追问 让姚琪情绪有些崩溃 而一旁的袁宇蒙认为 是上队刺激了姚琪 上队直接掉转枪口 16号那天晚上你在做什么 听到上队的突然提问 袁宇蒙眼中透露一次慌张 解释自己那天晚上 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随后跟姚琪一起去吃了夜宵 而上队之所以要逼迫姚琪 是为了要敲山镇虎 敲打的是姚琪 镇的正是袁宇蒙这是虎 袁宇蒙的存在感如此之强 极有可能是姚琪的帮凶 一场顶级车长刚结束 便发现顶流超模死在了冷库内 就在警方调查的第三天 又一名模特在医院跳楼自杀 模特姚琪跳楼自杀的同时 其男朋友成功来到警局自首 说冷库冻死的模特周文 是被他杀死的 据他交代周文平时嚣张跋扈 根本不把自己当人 动不动就骂自己 后来有一次因为堵车迟到 更是让自己丢了工作 那晚上成功给周文了下了百邮警 随后便将其拖进了车里 扔到了冷库 成功描述的杀人过程 基本符合死者的情况 可仔细一问便发现漏洞百出 连在哪里买的百邮警都交代不出 很明显是想替人顶报 李学凯查了成功的物流车 在上面发现了周文的头发 以及呕图 而另一边医院传来 姚琪跳楼的消息 上队 姚琪跳楼了 什么 上队刚到医院 便被等待多时的 袁雨蒙一顿嘛 非说姚琪是被警方逼死 在姚琪的病房 夏营发现了一封姚琪留下的信 在信中姚琪将所有的责任 都揽在自己身上 在私底下周文经常欺负姚琪 甚至还让姚琪患上了抑郁症 姚琪实在忍不了 便将周文杀害 还特意交代事情是自己一人所为 可姚琪一个人 怎么可能将周文扛到冷库 姚琪跟成功两人的证词互为印证 又相互隐瞒 可以确定两人是合谋犯罪 可是在这个事件中 袁雨蒙的存在感很强 此事一定跟袁雨蒙脱不了关系 查袁雨蒙 警方调查发现 周文 姚琪 袁雨蒙 当年是一起签约的模特经纪公司 其中袁雨蒙是发展最好的 也是最突出的 他是同期的模特中 第一个登上国际杂志封面的 可就在袁雨蒙发展最好的时候 接了一个冰雪比基尼秀 在零下十度的天气里 动了十几个小时 不慎从高台摔了下去 退出了问题便退役了 而当年袁雨蒙并不想参加这个秀 正是周文极力推荐的 当警方再次找到袁雨蒙 袁雨蒙嚣张把扈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我说 你扯这些陈天网事做什么 你们如果怀疑我 就拿出证据来抓我 如果拿不出证据 就不要再来骚扰我 为了满足袁雨蒙的愿望 夏营仔细地检查了成功的物流车 袁雨蒙摆密一树 忽略了驾驶座下面的脚垫 果然在上面发现了袁雨蒙的皮肤组织 袁雨蒙即使坐在警局的审讯室中 依旧没有丝毫的悔悟之心 该死 该死 他们都该死 周文 姚琪 成功 他们都该死 我不过是以吉人之道 还这吉人之身 谁叫他们害了我一辈子 原来当年是周文给袁雨蒙下了柏油赛 才导致了袁雨蒙在冰雪比基尼秀上 葬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袁雨蒙不断地煽动姚琪 让姚琪在周文的咖啡里下了柏油赛 而后又利用成功对姚琪的爱 叫做成功去警局顶罪 而后又以成功为借口 指引姚琪以死谢罪 好一招金蝉脱销 即使袁雨蒙在狡猾 也逃不过警方的火眼金睛 更躲不了法律的制裁 而王硕失踪后 他的话疯狂爆炸 上队来到王硕家中 从王硕的妻子蒋洁那里了解到 王硕作为一个画家 为了寻找灵感 经常进山采风 一去就是几个州 而这一次之所以爆失踪 是因为前天是王硕的15周年回顾展 为了这个画展 经纪人王直跟王硕整整筹备了一年 而作为一个艺术家 能在是艺术馆开个人画展 是一个艺术家梦寐以求的事 因此王硕绝不可能不出席 上队了解完情况 刚从王硕家中出来 便被一个胖大叔拦住 此人是王硕的邻居 声称有关于王硕的情况要交代 杰派总之 这王硕呀 不但画画的怪 人也特别怪 怎么怪 他干什么事都特别轻啊 这院里头经常一坐好几个小时 那初一看你唯一死人呢 可你没干他这样吧 还指招人 招人 怎么招人 他不管王硕是这样 他老婆也这样 有一个男经纪人 经常在王硕不在的时候来 来干什么 还没干什么 看着大叔几眉弄眼 一副你懂的样子 加上吃瓜一般轻浮的仪器 上队就没将其正次当回事 直接上车离开了 正当警方毫无线索的时候 突然接到报警 在王硕的画室中发现了白骨 王硕的两个女学生 今天早上来的画室 发现画骨跟平时用树枝做的手感完全不一样 夏营将白骨带回警局 完成了基本的拼借 发现死者为男性 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 身高大约在1米75 死者的左腿肥骨有过骨折 有钢钉 每个钢钉都有自己的编号 只要查到钢钉号 便可以确定死者身份 特案组随即开会分析 而且骨头太干净了 明显被人处理过 此时王硕已经失踪了一个月 小明怀疑王硕失踪这一个月 正是去杀人踢骨了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证据 正在这时 夏营的助手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在阴暗的解剖室内 一个白骨散发着阴森恐怖的光 仿佛就像受到辐射变异一样 夏营一副近在我掌握之中的样子 让人打开了灯 从头骨上刮下了一点粉末 交给了检验科的人 检验报告很快出来了 骨头上的东西 是一种含有海藻的夜光颜料 现在夜光颜料在市面上很多 但是含有海藻了应该不多 不是不多 是非常少 而且价值不菲 这种颜料是由海洋生物研究所独家研发生产的 而本事也只有一个代理商 叫文翠 李学凯当即去了颜料的供货商 查到了近半年的供货记录 其中就有失踪的王硕 根据现在的证据 一切的矛头都指向了王硕 警方当即提审了王硕的妻子 据蒋洁所说 他对王硕的创作方向很不理解 因此很少去王硕的化室 而且王硕的妻子已经几个月没回家了 一直住在旁边的酒店 他坚信王硕不会杀人 他化骷髅是因为更加珍惜生命 五年前 王硕跟妻子一起出过一次车祸 蒋洁死里逃生 但是车祸造成了王硕的腿骨骨折 夏营突然想到了 白骨的腿骨上也打了钢钉 夏营查了钢钉上的变号 发现果然是王硕 由此确定了白骨的主人就是王硕 面对铁证不信也得信 特案组几个忙里偷捡 准备去饭店美美地吃一顿 夏营看见蛇九有些好奇 我这蛇九啊 可是活蛇活劲 足足泡了三年 绝对九州真品 活劲 抓一条活蛇 先避养一个月 彻底洗干净之后 直接浸泡在五十度以上的唇良白酒 夏营突然灵机一线 当即跑回了解剖室 重新对尸骨进行了检测 是盐酸 王硕应该是被人浸在盐酸池 才会白骨化得这么严重 这样也很好地解释了 为什么他的失踪时间 跟死亡时间不一致 而骨骼之所以没有被腐蚀 可能是因为浸泡的时间不长 重新方通过腿骨上钢钉的编号 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正是失踪一个月的画家王硕 警方迅速定位了王硕的手机信号 就在他家 他家 对 上林雅院 五岗三号 警方立即跟着手机信号 找到了王硕家的地下室 果然发现了王硕的手机 这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这个 是我老公画画的夜光颜料 警方还在地下室的出口处 发现了一大桶的锡颜色 上队当即想到了 夏营说王硕应该被人浸泡在盐酸中 当即让李学凯拿回去化验 上队还在地下室发现了一个密室 据蒋洁说 这是王硕的秘密花园 自己也只进去过两次 上队准备将其撬开 却发现已经有被撬开的痕迹 进入里 王直确矢口否认 说自己大学的时候 确实喜欢蒋洁 可自己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王硕此人非常大方 三两句聊得来的人 就会送给对方几幅画 相同的问题 蒋洁的回答也是非常干脆 说三人的关系 根本不是外人想的那样 自己也绝不会背叛王硕 上队再次查他王硕家 发现在围墙上有痕迹 而围墙隔壁就是胖大叔家 两人来到围墙隔壁 发现有一个梯子 而问到这个梯子 胖大叔却略显紧张 一改之前的从容 说是讲节之前来借过梯子 还没说两句 胖大叔就说有事匆匆离开 经过宋咪的调查发现 之前高价售卖王硕化的网站 IP地址就在胖大叔家 再次王硕掉进了盐酸池内 被盐酸活活烧死 胖大叔将其打捞出来后 随便用一个画布裹住 埋在了后花园 后面为了掩盖尸体的味道 胖大叔还用锅将尸体煮了煮 而后来做了一道闷排骨 这么残忍的杀人手法 简直是灭绝人性 我这辈子哭了起来 一直到凌晨两点 花花的流水声 这一次可不是做梦 陈兴月赶紧起身去看 把当即打电话报了紧 上队带着特案组亲自来到现场 根据陈兴月所说 是那辆黑色的车 不仅跟踪过的 还给自己寄过血书 就藏在送来的鲜花中 写了满满的一页的极端事爱 特车牌 甚至连羊娃娃怎么放进去的 从监控里也看不到 说明嫌疑人很熟悉车库的监控 另一边上队找到了小区的物业 询问关于陈兴月的情况 根据物业经理所说 陈兴月平时身居简出 为人处事也不错 就是跟他还没有杀人这个胆量 与此同时宋迷带着小明 来到了陈兴月上班的地方 陈兴月是一个干 陈兴月身边的小梁 平时负责帮陈兴月打打下手 不过前段时间 本来有一个节目是小梁主持的 但是陈兴月觉得他刚毕业 没有什么直播经验 为此还大闹台长办公室 随后陈兴月接手了这个节目 为此小梁还跟陈兴月大吵了一架 女人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转头竟对着两个警察破口大骂 刚才那个人又给我来电话了 我需要你们的时候 你们在哪 原来女人再次接到了骚扰电话 小明当即查看了电台所有的通话记录 发现当时并没有外部电话打进来 因此电话真是嫌疑人打来的话 那说明嫌疑人是公司内部的人 另一边小明去查那辆黑色的车 到了车库一看 发现基本上所有的车 都跟那辆黑车一模一样 原来之前公司搞福利 一起团购了很多辆一样的车 特案组众人查了一整天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警局 一问才发现 大家什么也没查出来 为了保证陈兴月的安全 上队带着夏营 直接蹲守在陈兴月家门口 夏营刚准备睡一会儿 土棱口巡查的李学凯 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 此人衣着光鲜 问到陈兴月此人便哆哆嗦嗦嗦 什么也说不出来 李学凯当即就发现有问题 江人月黑风高夜 车内一男一女正聊着 发现一个女人浑身是血 夏营做完尸检发现 死者的下脖梗 有一个手指的恶痕 凶手应该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 死者的右手 以及前手臂都沾满了血 左手却很干净 死者的下体撕裂 一直撕裂到了腹枪 腹枪内的大肠 以及小肠都没有了 而在下阴部 还有一个五厘米的撕裂口 凶手的手段 可以说是惨无人当 警方查遍了小区的监控 愣是没发现一个可疑人 宋咪查遍了所有的内部电话 也没有发现任何发现 而在陈兴月家里发现的小雨伞内 也没有任何指纹以及精液残留 浴缸里的头发也是死者自己的 而且在现场 我只发现了陈兴月自己的血迹 有纤维和指纹 我们遇到了一个 反侦查能力非常强的凶手 为了寻求更多的证据 宋咪带人再次来到电台 了解陈兴月的私生活问题 据小梁说 陈兴月之前老是说下主任骚扰他 每天都要发上百条微信 语言还十分猥琐 可其他同事却认为下主任为人非常正爱 有一次陈兴月给领导说 下主任半夜冲进他家 企图强奸他 可当时下主任还在外地出差 根本不可能去他家 宋咪两人当即找到了下主任 说起这件事 下主任表示很冤枉 说自己的孩子都快出生了 自己怎么可能骚扰他 再说了自己开的车是一辆白色的车 并且最近几个月两人 一个白班一个夜班 也没有机会跟着陈兴月 他这里有问题 被害妄想症 与此同时 夏营为了求证自己的猜想 带着尚杰一起去医院 找到了自己的老友 此人是室内有名的精神医生 据医生所说 精神分裂症的情况非常复杂的 比如思维联系一场 意志行为一场 幻觉还有妄想 在所有的监控画面里 陈兴月都是一个人 做一些奇怪 还有伤害自己的动作 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他是分不清幻觉以及现实 那还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患处 唐人 有处患觉的病人 常常会感到一些 并不存在的皮肤黏膜的刺激 我曾经有那么一个患者 他一直觉得 自己身上有个肿瘤 他想把他取出来 用一个茶杯指尽 尝你一拥的竹竿 这么残忍的自杀方式 普通人是不可能采用的 而精神分裂症患者 对疼痛有着异常的耐性 陈兴月薄梗上的恶痕 位置偏下 是他左手按压造成的 陈兴月用右手从下底 赛起胸枪 掏出了自己的内部器官 事情的真相终于大白 可案件还没结束 尚对找到了死者的父亲 得知陈兴月小时候被性侵过 也闹到了警局 可那个人是陈兴月的大伯 为了家族的名声 老父亲去警局撤销了报案 可老父亲根本不知道 陈兴月得了精神疾病 我过去这么多年了 幸运 他怎么还是放不下呀 这并不是因为他放不下 而是童年的这些经历 对他的伤害很大 作为他的父母 无作为 对他的伤害更大 你知不知道 其实是你们 渐渐害死了陈兴月 对情侣 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约会 不料境意外发现了一句干事 吓得二人差点魂归细电 法医夏营查看尸体发现 尸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了 并且头骨遭受过严重的挫伤 无法确定死者的身份 为了进一步了解死者的情况 夏营当即带着尸体回到警局 经过尸检发现 死者为成年女性 年龄在60岁以上 身高应该在165公分 女尸的足骨以及半月板都严重的变形 还有尾椎骨也有病变 说明死者生前的体重严重超标 另一遍李学凯在埋葬死者的坑内 发现了一条价值不菲的皮带 通过皮带锁定了死者的身份 可能就只有这个容貌百货的前董事长夫人 辛翠珠女士 李学凯当即来到了茂家 可辛翠珠的儿子茂灿 却说自己的母亲 死在了一年前的山区泥石流里 一口咬定死者根本不是他的母亲 十分不配合警方的调查 两人当即回到了警局 汇报了情况 由于茂灿不配合 无法确定死者身份 尚队决定从辛翠珠的失踪查击 在辛翠珠的通讯录中 发现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的 一个叫赵俊的私人教练 而这个私人教练 就住在辛翠珠郊区的别墅 并且辛翠珠每次给赵俊的私教费 都超出了私教费的范畴 尚队带人找到了赵俊 从赵俊这里了解了 辛翠珠就死在前往郊区别墅的路上 当时郊区突发暴影 赵俊被困在房内 三天都没有出门 为了确定死者的身份 尚队将赵俊带回了解剖室 让其辨认尸体 可由于尸体落化太严重了 赵俊也不能确定 但赵俊知道辛翠珠做过心脏搭桥手术 验证一下死者的心脏便可以确定 根据赵俊的证词以及反应 尚队怀疑冒家的关系 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刚才有人打电话说 与法医有点不一般 仅凭花的颜色便确定花吸收了人血 以此确定了藏尸地点 尚队接到了赵俊到茂灿公司打架的消息 当即赶到了茂灿的公司 尚队谎称已经确定了 尸体就是心脆柱 茂灿的情绪变得十分激动 认为赵俊这样说 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公司上市 夏营见茂灿情绪激动 赶紧递上一瓶水 让茂灿消消气 茂灿喝完谁也没再多说 找借口离开了 上队看着茂灿喝过的水瓶 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而夏营却注意到了 茂灿办公室中 有张照片中的花有些奇怪 夏营一回到警局便开始研究 照片中看到的花 发现其中果然有问题 身后有一些绣球花是粉红色 所以我怀疑可能是吸收了人血 绣球花的颜色很特别 它会根据土壤的酸碱程度而变化 而人的血液呈弱碱性 而且里面有很多磷还有钾 当血液渗透到土里 土壤的TH值大概会变成6.3左右 绣球花的颜色也会变成粉红色 而死者的骨重也很轻 是因为在酸性土壤里被掩埋过 而发现尸体的地方 土壤并不是酸性 所以我怀疑死者是曾经被人挖出 就进行二次掩埋 符合这些条件 我想就是茂灿家的后花园 与此同时 李雪凯跟陆敏再次找到了赵俊 了解赵俊跟辛翠珠的关系 据赵俊所说 两人之所关系不一样 是因为两人都出生在贫穷的农村 两人的成长经历很像 因此辛翠珠很照顾赵俊 每次给的私教钱也比别人多 而自己之所以去赵俊的公司闹事 也为赵俊怀疑辛翠珠 就是被茂灿杀的 也为茂灿不是辛翠珠的亲生儿子 另一边通过茂灿喝过的水 给茂灿跟辛翠珠的DNA做了对比 发现两人根本不是亲生母子 父亲刚刚去世 儿子便将继母残忍杀害 将其埋葬在花园内 面对警察的搜索 这个女人依旧十分嚣张 你们使劲挖了 把我们家花园翻过来都没有问题 如果公司在审计过程中 发生的一切问题 所有的损失也将要你们承担 王凡机关算尽终有一处 杀人凶器被李学凯发现 按照凶器摆放的位置 李学凯判断应该直扎死者后脑 并且出血量十分的大 汪律师 我看你们的新三板 是要等等在这儿 你是找律师啊 还是自己好好地跟我们说一说 警方当即对凶手进行审讯 刚才还十分强硬的王凡 进了审讯事件 直接承认了罪行 还将所有的罪责 都揽在自己身上 从头到尾 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陆明当即看出了破绽 发现王凡的证词漏洞百出 很显然 他并不知道 心脆猪除了头部 被挂一勾造成伤害以外 还被重物击打过 据王凡交代 由于家里人多 担心尸体被人发现 一个偶然的机会 郊区突发暴议 便想借此来让尸体失踪 并用心脆猪的手机 给赵俊发了信息 说要去找他 随后开着心脆猪的车进了山 将尸体埋在了山上 按照王凡的体重 他一个人根本搬不动尸体 因此肯定还有帮凶 茂灿是心脆猪死后 最大的受益者 上队当即让宋咪定位茂灿的手机 发现茂灿正在前往赵俊家 与此同时茂灿带着一箱子的钱 来到了赵俊家 马上给我离开这 心脆猪是你杀的 两人当即撕打在一起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上队带人赶到阻止两人 上队发现赵俊跟心脆猪的关系 肯定有问题 当即让人对比两人的DNA 发现两人居然是母子关系 可警方在户籍信息上 完全查不到两人的信息 原来当年心脆猪未婚先育 后来为了嫁给了茂蓉 并没有告诉别人他有儿子 将赵俊偷偷的养在了乡下 询问完赵俊 警方立即提示了茂灿 原来茂灿以为 赵俊是心脆猪包养的小白脸 详以上事的借口 习是心脆猪的股份 和心脆猪不同意 茂灿一气之下推了心脆猪 结果正好撞在了一架上 一架扎进了心脆猪的后脑 茂灿情急之下将其埋在了花园 而后借报义将心脆猪埋在了后山 原来茂灿并不知道赵俊是心脆猪的儿子 得知心脆猪所有的财产 写的依旧是茂灿的名字后 茂灿悔恨的眼泪流了下来 可事情已经发生 茂灿夫妇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姚女还不小心打碎了一盆兰花 竟在其中发现一截人类的骸骨 您好 其实是10吗 这样的案件本市已经发现了三例 夏营将所有骸骨都带回了警局 拼出了一个完整的脚骨 确定死者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 在死后遭到了技术性分尸 分尸工具应该是点据 为了找到更多的尸骨 以确认死者的身份 上队决定从花的源头查起 李学凯两人来到花卉市场 据一个店员交代 这个花盆是他们店特别定制的 只有他们这里有 没卖出去的还有七八盆 两人想将剩余的兰花带走 可店主却一心想将花卖出去 上队带着谐查通报赶到花店 店主这才老实交代 原来他为了省钱一次充好 找到了本市的一个花贩子 在他那里购买一批劣质兰花 警方根据花店老板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北郊的一个私人花房 老板名叫武勋 这个花房养的都是名贵品种 都是价值上万的兰花 李学凯在花盆中发现了骸骨 面对警方的询问 武勋一脸猛逼 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尚对象棋索要花房的出货记录 武勋说自己没法提供供货记录 也为自己的花房 在几个月前被盗了 损失不大也就没有报警 警方将所有的花都带回了警局 众人熬了一个通宵 终于将所有的骨头都筛选完成 从目前找到的骨头分析 死者身高应该在一米七五左右 体重八十公斤 他的骸骨有严重的脱水现象 如果说尸体被掩埋在土里 正常的话应该是组织脱水 但是在我们找到的这些骸骨上 有很多不同程度的干裂 所以绝对不可能是 只埋在土里这么简单 上队找到杨菊申请了协查通告 请求市区的花商协助 再次找到了一批骸骨 再找回了众多骸骨中 夏营发现了一小块植骨 发现受害人天生畸形 右脚有六根脚趾 而这种脚趾非常容易骨折 因此受害人会习惯性的骨折 所以只要找到各大医院的骨骨 对比他们的X光片 就可以确定死者的身份 市面上真的有价值上意的兰花吗 这个男人就养了一盆 男人名叫李国锋46岁 是兰花鉴赏协会的会员 十分喜欢收藏兰花 谁承想他竟被人残忍碎尸 当成了兰花的花肥 警方找到了李国锋的儿子 让其带着李国锋X光片来到了警局 经过对比发现跟白骨十分温和 但是手骨处却有一些异常 从白骨上发现死者的手腕磨损非常严重 几乎已经废掉了 但从李国锋近期的X光片上看 却发现手腕几乎没有磨损 说明死者临死前应该被人捆绑 并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据李牧交代 自己的父亲爱花胜过一切 就连自己母亲的后事他都没有管 因为这件事李牧一直无法原谅的 而说到兰花 李国锋曾经提到过自己 养了一盆价值2000万的兰花 也就是在你心里花笔人之前 在别人眼里这些都是垃圾 不知 兰花君子之风 他活得有气节 比好些个人活得有出息 李牧并不懂兰花 当时也没有当会事 现在想起来自己父亲的死 可能就是因为这盆天价兰花 调查李国锋的通话记录发现 李国锋跟武勋的通话记录非常多 两人是长期的合作关系 警方将武勋带回了警局 听说死者是李国锋 武勋一脸无故 说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半年前 也被一盆兰花炒了起来 从此便没见过李国锋 在李学凯的逼问下 武勋交代一个月前偷自己花房的人 正是自己的员工名叫孙哲 而孙哲平时干活不仔细 经常被李国锋骂得狗血淋头 武勋一口咬定这件事跟自己没关系 还说自己去美国看了三个月的病 从夏营那里得到确定 从武勋的出路径证明来看 确实没有时间杀人 从尸体的白骨化程度来看 李国锋最少死了半年 而上队却认为这个武勋 在本案中嫌疑很大 但是目前最关键的是要找到 武勋花店的员工孙哲 价值几千万的极品兰花 被人以六百块的价钱卖出 更离谱的是此人以为是假的 一气之下竟砸了这盆花 买家如果知道 那盆花价值几千万 估计想死的心都有了 警方在孙哲的老家将其抓获 面对警方的审讯 孙哲对偷花的事情公认不讳 但对李国锋的事情完全不知情 更不知道偷的花里面 有李国锋的尸骨 说到偷花孙哲突然想到 那天晚上去武勋的花榜 头顶突然闪过一个人影 当时我吓得都快尿了 然后慌慌张张 搬了几根花就跑了 据孙哲交代 那个价值不菲的兰花 正是李国锋弄来的花苗 放在武勋的花店养着 而后两人因为这盆花大吵了一架 孙哲偷的那盆兰花 只卖了六百块钱 根本不构成杀人动机 为了查明武勋与本案的联系 夏营两人来到了武勋的花房 这个花房的空间不大 想要杀人分尸并不容易 一般凶手都会采取相对简单的方式 因此并不可能从别的地方 将尸体带回来分尸 然后再埋到花盆里 想到孙哲说屋子上面的人影 两人来到房顶 由于此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屋顶安装了一个太阳能发电板 我怀疑武勋可能是把李国锋 绑在太阳能板上 活活晒死他 经过烘烤过的尸体 会迅速地分解 这样也就很好地解释了 为什么尸体的白骨块会这么快 而且尸体经过烘烤之后 会迅速地干瘪脱身 武勋处理尸体会非常简单 李学凯带着苏丹红三号来到了现场 对着太阳能板喷了几下 上面残留的尸体由之现出了圆形 并且在上面还发现了武勋的指纹 面对这个铁证 武勋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这个天一兰确实是李国锋 但是他没有能力养活 是武勋花了两年时间养活的 但是李国锋开口就要一千五百万 不然就要带走天一兰 那天晚上武勋将李国锋约到了花店 两人由于意见不合起了争执 争吵中李国锋不小心衰晕了不久 武勋看着倒地的李国锋 心中一个邪恶的计划诞生了 他将李国锋绑在了太阳板上 让其被太阳活活烤死 随后买了一个最早出国的航班 等三个月后才回国处理尸体 可最终这盆天一来 却被孙哲以六百元卖了出去 最终谁也没得到这盆兰华 这就叫做君子爱采取之有道 不义之才不义的